他就说我们那钱在开发商手里只交了5万块钱的定金 然后那个经理没有把那尾款都交给他 交完房款拿家门钥匙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崔女士最近却遇上了一件麻烦的事情 让她十分的苦恼 原来崔女士在前不久将购房的房款全部交给了购房经理 本想着年前就能搬进新家 可是开发商却以没有收到崔女士的房款为理 准备剥夺崔女士的房子使用权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崔女士交的房款究竟去哪里了呢 他以这个理由他说这个房还不属于我 要给我换锁 我太着急了 这一下心就凉了 买这一套房真是一辈子的心血 当记者来到崔女士的家门口时 看到了崔女士门上贴了一张开发商的通知 说是没有收到崔女士所交的房款 所以房屋的所有权还不能够交给崔女士 并且在通知中还警告崔女士 要尽快缴清房款 不然没有办法给崔女士的房子备案 但是对于这样的信息 崔女士是十分的委屈 他向记者表示 自己早就将钱交给了售楼处的张经理 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导致开发商没有收到自己交的房款 那么崔女士的钱是怎么交到张经理手中的呢 是不是在交钱的时候就出现了差错 面对记者的询问 崔女士表示 自己购买的房子是加上一个储物间和车库 总价大概为76万元 一开始是先交了20万元给张经理 但是不久后 张经理就以签房产合同为理由 催促崔女士将剩下的房款交上 那个时候 崔女士还有些顾虑 因为合同还没有真正的签下来 就这么草率的缴清房款 万一以后出了问题怎么办 但是张经理直接给了崔女士一把钥匙 说是可以先装修房子 等到合同签下来后 再将剩下的钥匙交给崔女士 崔女士一看 张经理自己都不在乎流程 想来是没有任何问题 于是就安心的装修起自己的房子来 不曾想开发商的人 竟然找上门来 说他们只收到了5万元的订金 剩下的钱是一分没有收到 这让崔女士十分的崩溃 自己明明已经将房款 全部交给了张经理了 那么多的钱怎么说没就没了 就是他不是交给你76万吗 咱们开发商只收到5万呢 对 我们是中间再收了 然后去 本来是应该及时给出合同的 然后现在是 暂时没出上 这不说看看最近怎么写上这事 多久能给出来 按照购房经理的要求 缴清了房款 开发商却说没有收到钱 现在崔女士的房子 面临着要求换索的尴尬境地 崔女士向记者诉苦 就是因为有张经理的态度 自己才心安理得的装修起房子来 现在房子基本上都装修好了 年前一家人就能全部搬进来住了 谁想到开发商竟然说这房子的所有权还不是自己的 崔女士哭诉道 买这房子真的是耗尽了家里人一辈子的心血 现在购房的钱没了 感觉天都淡了 那么崔女士的钱究竟去了哪里呢 在记者的询问下 崔女士表示自己已经将钱全部交给了购房经理 为了证实自己的话 崔女士还拿出了当时每一笔的转账记录 这时记者发现了一个问题 崔女士将钱全部都打进了张经理的个人账户中 按理来说 购房款应该是将钱交给开发商在银行的监管账户中的 面对记者的询问 崔女士表示 自己是按照张经理的要求做的 难道说张经理是想从中挪用崔女士的购房款 为了了解实情 记者电话联系了张经理 张经理承认了自己收到了崔女士的购房款 表示自己是中间商代收了 至于为什么没有将崔女士的购房款交给开发商 是因为购房合同出现了问题 他们现在正在就此事进行相关处理 对于张经理的解释 记者十分的疑惑 处理购房合同的问题 不应该是开发商的任务吗 张经理为什么要插手 而且如果不是张经理 私自扣押了崔女士的购房款 崔女士早就能够拿到购房合同了 这件糟心的事情也根本不会发生 记者质问张经理 是不是私吞了崔女士的购房款 面对记者的质问 张经理开始闪烁其词 不愿意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 张经理究竟在隐瞒什么呢 随后记者也询问了开发商 开发商反倒指责起了崔女士 说他们在售楼部贴了相关告知 明确表示了 购房款要打到银行的监管账户上 谁让崔女士自己不注意 将钱打到张经理个人账户上 听到开发商的指责 崔女士非常的生气 她表示当时去售楼处的时候 就只有一个张经理和另外一个售楼工作人员 自己也什么都不懂 自然是听张经理的安排 而且购房的协议上也没有做明确的标注 自己在交房款的时候 开发商也没有任何一人出面提醒自己 明明是开发商自己监管不力 没有收到钱后 反而指责消费者实在是太过分了 但现在最要紧的还是崔女士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 现在开发商就是怪我们交错地了 可是我们去买楼只能凑的是售楼处 现在这住建局他也不给我们个说法 责任就在开发商呢 他现在把他的责任推给我了 记者也表示 消费者对于购房的流程 肯定是没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了解得多 在开发商自己的销售部 出现了销售经理要求消费者 直接将钱打在自己的个人账户上 销售公司肯定有错 开发商监管不力能够说自己没有责任吗 面对记者质问 开发商始终含糊其词推卸责任 监管也表示这是不归自己管 无法做出相关回复 七十余万元的购房款被销售经理私吞 面对记者的质问时 开发商直接装疯卖傻 将责任全部推给消费者 甚至在协商时 开发商工作人员直接说出 自己不能够代表开发商 这一惊人的话语 让记者感到非常的无奈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责任 记者随即咨询了律师 律师表示销售人员和开发商 直接存在合作协议 也就是说销售人员的错误 开发商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同时张经理在收到崔女士的购房款时 应该第一时间交给开发商 如果不交 那就不仅仅是民事的违约 更是有可能涉嫌了刑事犯罪 目前事情仍在进一步的协商和调查中 小编想说的是 如果大家遇到这种不负责任的开发商时 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这件事情中 张经理始终含糊其词 可是事情的发展 已经不再是他轻描淡写说 自己想要解决的程度了 其中是否存在挪用消费者钱财的事情 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也将会持续跟进此事 事情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屏幕下方强赞加留言讨论